大家好 今天要特别为大家呈现一部 由我们陈世锋收教会 和梁自强导演一起制作的微电影 这部微电影是改编自我们会友的真实见证 故事讲述了这位姐妹和自闭症的儿子 如何在他们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经历到上帝的帮助 在这部电影结束之后 我们的牧师也会和这位姐妹 跟大家分享神的美好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观赏这部微电影吧 字幕瓜哥 语词 语语 字幕者 语语 曲儿子 语 就就从你去了真的我的 villa 就一直恨到了 语语 fortun Cry 现在ů dan 就这样走了 你这个老婆 就是在上法系科室而已 还当我是一个不最强的瞬间 小军 八点了 你忘了吗 别难过了 爸爸已经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了 有一天 我们全家还会在一起的 我们今天来读以赛亚书第41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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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找谁 请问 Moneyka Mok有在吗 我就是 我就是在电话上跟你讲要租房间的莉玲 你不会不要来 我们约六点的 你看 现在已经六点零五分了 你知道吗 五分钟 我可以做多少东西 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我警告你啊 这里的东西都不要跟我乱乱动 还有你哦 你最好就是跟我教他 不要随便乱乱碰人家家里的东西 很没有礼貌的知道吗 你住归住哦 不要当这里是你的家 这个洗衣机呢 一个礼拜只可以用一次 厕所要自己洗 不可以洗 冷气机 黑时的时候你才用 最好你是不要开 你清楚吗 我清楚了 同意吗 同意 我同意 你要是不同意我的 你可以找别的地方自己 我可以接受的 我可以接受 太疲了 不利卡 你知道了 不利卡 你知道了 他插得把我的脚丝 你一样谁想啊 你好 我就是来这边租房间的丽玲 这是我的儿子小俊 你好 我是哥毕的王嫂 她的脚不会很可爱 可爱你的死人头 听到闹钟响叫成鬼上声音样 大声大声大声 我差点给她吓死了 不好意思 她有点自闭症而已 可是只要闹钟不响 她是没问题的 你原来是说我的闹钟 害她启荡启笑吗 不是的 我看算了 我还是不租给你了 免得我心脏病爆发给她吓死了 Mis Paul 求求你 小俊她很乖的 一样我女儿这么可怜 就出给他们做好事了 没关系 我们去看你的房间 哪一间房间要租 那边 走 我们去看你的房间 包给你的客人 来 走 谢谢 这好像是我家 这包好像是你家这样 环境不错 你们就住在这边了 阿黄少走了 你们就住在这里 请我去做好事 因为等に嘴で'd rule 耳朵を不得する 所以那ada到她向上 尤其空卫談 ロゴルゴ в店 我はい?! 我最多 monde 僕は何事 但是,你就说不可以。 你啊,很铁锅咯。 王嫂,早。 早,我跟你说, 她吃八蛋帮菜的。 你说,你说,她会帮你的。 Miss Mo, 我每天一点会从学校接小军回家, 然后我等要赶回去办公室。 你能不能先帮我看一下她? 我的办公室很靠近而已, 我很快就回来了。 我租房间给你。 我租房间给你。 还要帮你看小孩? 你头发啊? 你真的以为我吃八蛋帮菜啊? 我还没有空的,OK? 哎哟,你永远没问题。 帮她啦。 只是暂时而已, 我已经在找一个全日制的学校了。 到时候学校会帮我看着她。 小孩寄托手要给钱的咯。 我会给钱的。 一天五十。 喂, 八蛋啊,五十块。 我帮人家看孩子都没有这么贵。 没关系, 王嫂帮你看。 不省钱,不省。 喂, 你来我家八蛋啊? 是的。 别闭嘴。 人家算命的说你, 做得紧脆, 拍摊事。 别做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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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我三十块。 不要忘记, 你做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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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不买了。 不买了, 你免费啦, 不收钱了, 不收钱了。 现在是你们两个费用了。 梅斯莫咪 不是这样子的 我每天可以给你十块钱 这也是我暂时极限 十块钱 都不够我买别标咯 这辈子就欠你的 谢谢你 梅斯莫 小俊她很乖的 她只是要这个纸跟饼 她可以花一整天 会给你添麻烦的 谢谢你 梅斯莫 谢谢 小俊 你好了没有 我们要走了 老板好 经理好 小俊 顺城公司的这个项目 特别的重要 你们部门一定要好好地完成 好吗 一定 一定 那谁 谁 陈经理 什么事 这个拿去处理 好 今天结束前交给我 好的 记得 没问题 小俊 最近大家比较辛苦 去买点饮料请大家喝 好吗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那个谁 这个拿去买十杯咖啡茶 请大家喝 好 可以 现在 马上 好 可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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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回来了 小俊 你快去冲浆浆 快 快去 去 我儿子一冲浆完之后 这个就拿给他画 他就画一整天不回来烦你的 我一下半钟 我很快很快就回来了 好不好 谢谢你 慢慢的 谢谢你 很快就回来了 小俊 妈咪走了 再见 再见 我是不是去JB买 经理 经理 不好意思 来 经理 带你给的茶 来 去 先喝一下 什么事情 经理 这个寄到PKT国际 他们等着看测试 你是做PKT公司吗 对 不是泡泡茶 不是泡茶 是PKT 我马上就去 我马上就去 阿姆这样很乖 你是一个好短线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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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乖阿姆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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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君 不怕 闹钟停了 来 那个画是你画的 画得很美 来 画给王嫂看 来 来 坐好 来 画给王嫂看 小君真的很会画 好 黑黑的 很美 你把你画得很大 小君 软软软软软 你还讲美 我看你跟他一样 都有功劳 小孩子要鼓励的 我回来了 你回来就更好 我跟你说 你这个儿子 我没有办法 你给我再多钱也没有用 我给你时间 你找房间班 我会再好管教他的 再给我这机会好吗 对 没事 进去吧 小君 我去学校 好 谢谢 我只爱你 好吗 不好意思 对不起 谢谢你 我们找 不好意思 老龙 妈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在住房间 好 请问 老板 KBT国际公司的老板 刚刚打给我 他说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收到我们的样本 已经取消了我们这一百万的计单 你们营销部门到底在做什么的 我帮你去查一查 那个谁 弟 上班时间还在打电话 不是的 经理 我交代你寄去KBT的那个标准 你是不是没有寄 有啊 可是你叫我去寄的是 PKT公司 不是KBT 我明明说的就是KBT 你是不是想在老板面前 故意把这个推给我 不是的 你害公司损失了一百万 一百万啊 我跟你说 你只要去想清楚 要怎么把这一百万赔出来 要不然 你明天就没有回来上班了 王嫂叫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我就听他这一次 我现在要熬多半个小时 这个汤 诶 我这个汤是很特工的 OK 如果闹钟响 你敢再给我呱呱叫 你看看 今晚我就叫你们巴里登峰 听到没有 西茶桃 你妈说 你画画很美 哦你很美美 我都会画呢 我看呢 你是小神经病 你妈是大神经病 穿你渡手 啊 我要睡觉哦 你不要画我的脸啊 来哦 你再看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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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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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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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